感谢我们的班奖嘉宾 恭喜获胜的阿尔泰智英 恭喜我们的霍西拜 刚才呢 这就是综合格斗比赛的魅力 因为这个选手被我们这个霍西拜 西班牙的选手被我们的霍西拜 用绞杀剂 进入了几乎要窒息的状态 所以如果他再不认输不拍的话 就会发生危险 所以他要认输 这样这个比赛 终止获胜的选手才会产生 这样一个形式 是最接近于现实当中实战的一种状态 所以综合格斗是极具魅力的一种 现代的搏击方式 好 观众们 我们的精彩继续不断 那么接下来是今晚的第三场对决 昆仑爵超级战 男子雨量级综合格斗之战 我来自摩尔多瓦共和国 我来自摩尔多瓦共和国 介绍 Struck to you Io Nail 好 观众们 你好 欢迎收看昆仑爵综合格斗冠军赛 我是现场解说张泰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昆仑爵亚维 这一场比赛是男子雨量级 现在出场的是赛吉尔 这个选手的比赛经验还是比较多 只有24岁 但是28胜 四处的这样一个成绩 在他这个年龄算是不错了 对 确实是 可以看上去参加比赛的年限比较长 应该是从18、9岁就开始打 对 雨量级177公分 不算是特别优秀 在一个差不多平均分 稍微低一点的应声高 雨量级其实这个级别 也是比较精彩 比较常见的一个级别 对对对 还是不得不提到最新的嘴炮 嘴炮就是在雨量级 先是称光称霸 然后又上升到轻量级 他关于在普通的组织的时候都是打这个两个级别 雨量级和称量级 其实横跨级别在拳击界很多 但是在国际界和MMA就是并不常见 对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看到这个职业拳击这个级别划分的是19个级别划分 所以说它其实一个级别和一个级别之间相差的体重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MMA的体重划分有的组织是9个 有的组织可能更多一些 这就意味着一个级别和一个级别之间要差很多的体重 有的时候划分大一些的话可能在四五公斤左右 对这实际上很重很重了 有请红方李柏林登场 男子雨量级出场的另外一位红方选手是李柏林 李柏林二十七岁四胜四货 身高的是一百八十五公分 这是他第一次在昆仑街擂台上出现 对因为李柏林是在中国接触柔术和NMB这个项目比较早的一个运动员 对但是呢 他身上的伤病比较多 近些年因为各种的伤病原因一直在做这种恢复 确实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这种视野范围之内了 对他在2011年的时候拿过中国柔术公开在68公斤级的一个冠军的程序 对应该说是一个在地面上 有着很强优势的一个选招 对他的身高也很有优势力 一百八十五公分 对这样两人就差了八公分呢 对 这个八公分非常不简单啊 雨量级我们记得 和塞尔尔多和嘴炮在打比赛的时候 两人的身高差不多就是有这样一个差距 结果嘴炮就能够用自己的拳先打着和塞尔尔多 结果十几秒就把和塞尔尔多给KO了 因为李柏林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我不知道他的现在的战力技术有没有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如果这么高的身高把战力能在战力技术 就是踢打技术能再加强很好的话 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手啊 是 我们看双方资料对比 塞尔尔是年龄24岁 李柏林是27岁 差距在身高上有很大的差距啊 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 今年24岁 身高1米77 职业战绩 32战 28胜四腹 来自摩托尔尔共和国 无尽 新年无独立 是摩托尔尔 Dame és Gospada Dabru Pajaraviz Sergiu Yunai 红方来自中国的李柏林 身高1米85年龄27岁 职业战绩四胜四腹 今晚是他在昆仑爵这方擂台上的首秀 友情场上裁判 Thomas Pham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for reference judge Thomas Pham OK guys Center OK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De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ush gloves now And go back to your corner 好观众朋友 那么接下来是今晚的又一场精彩对决 这前两场比赛啊 确实感觉有点不过瘾了 对 得怎么看过味儿来呢 就速战速决了 对 这个李柏林呢 作为一个柔术系出身的选手啊 这个开场就是三个腿法 对 刚才我在介绍他的资料以后 我比较期待他 因为他因为伤病时间 这些年一直在做恢复啊 我比较期待他的战力水平 看有没有提升 提高很多 但是这个赛径 这个扫提质量也很高啊 这两个人上来回法交流啊 身高臂展上 李柏林还是有个八公分的一个优势 对 他是一八五对手一七七 对 他这个身高如果再把 因为他本身就是练柔术出身啊 如果再把这种战力技术加强的话 会会很厉害啊 是 战力不错啊 意识不错 一个上攻拳 你要看着在龙边的时候 要依靠龙边要想一些办法 对 手不要抓龙网啊 对 对方可以有一些地面垂击和地面肘击的一些动作 对 因为这时候呢李柏林往这个自己身后移动是没有位置的 呃 其实李柏林可以依靠就是慢慢把身体侧过来用脚去对 用脚去登这个龙地 所以说这个龙边站龙边站嘛 嗯 要利用这个笼子对 对 好 李柏林的大长腿体现优势了 对 想做打打一个三脚框 做这个三脚脚 李柏林 登出去 登出去 好 现在是李柏林在登跨 对 如果登跨的话 可以把对方这个 呃 现在是放弃了 还是换另外一条腿来蹬对方的跨 往上起 啊 就作为一个柔术性的选手啊 啊 对于双双腿这种防护的利用啊 还是做的 很精巧 对 好 小心地面垂击啊 好 登开 往上踢 啊 李柏林的腿真长啊 我们看着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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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规则里面是 如果对手是三点着地的话 只允许 站立的对手 攻击他的腿 用腿法攻击腿部 想直接飞过去过腿啊 是 好 李柏林的地面意识不错啊 双腿的功能起到 很好的一个作用 对 呃 用双腿做屏障一样 把对方啊 啊 给打开 现在这个世界前面 好 点击 这个 这个 朱牧阿里的这个状态 时间太久了 一个人躺在地上 一个人站着 确实像当年朱牧和阿里打那场比赛 嗯 哦 哇 这个身体 啊 力量确实强 但是这种摔法太好 对 对 哎 哎 哎 里面的刚是一拳打中啊 实际上许度比较大 但是呢 对方没有防住 有一定效果啊 这个 整个的身体是砸在了这个地板上 对 你看李柏林现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柔术系的选手啊 确实这个双腿 大家可以看 双腿这种灵活度啊 随时在变换 对对对 你看他蹬着对方的胯 对方想往前进是很难的 但是又拿住对方的手臂 对方不得不抽出来 自己主动到一个站立状态 对 哎 然后 一个飞时杂拳 这一圈还真是少见 这一圈也很重啊 很重啊 很重啊 过来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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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的动作都很大 对 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出意外 对 现在好像打出火气了 两个人不管了 不冷静了 啊 李柏林这事儿骑凶了 啊 高位的骑唱 对 先不要着急啊 先把这个位置先稳住啊 哎 固执帐了 没看就是谁的固执啊 应该是下来一圈 对 好 高位骑唱 这个位置非常的好 其实裁判是观看到了 但是不能破坏整个比赛节奏 哎 一个十字库 有了 应该 有了 有了 拍了 拍了 十字库 刚刚这个非常高位置的一个骑胜啊 对 导致对方即便是做起乔之类的动作 也没有办法 完全给压制住 成被打击 所以李柏林刚刚拿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说 先不要太着急 因为在同边 对手的那个脚可以张铁龙 做出很多的变化 刚刚我看时间不到三十秒 我当时还在想 说这个 要扛过去 可能在布置关节器的话会有点麻烦 没想到对方还是把这个李柏林还是很快啊 对 这个地面一旦有合适就很快 哦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 这个赛基尔还是用摔跤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友好啊 对 看来这个位置 看来这个位置 确实走步已经 对 这个安宝已经做得非常直了 对 好 现在宣读本场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一回合 四分五十秒